OK啊 行 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啊 函数今天会学完 明日明天内容就不难 新的函数已不多 综合练习逃不脱 从咱们这个内容上看就知道啊 胜利在望啊 相对枯燥一些的函数的练习说明 只有九个了 最后九个 最后九个 当然了 学完之后自然是要有一个稍微综合一点的练习 让大家更熟悉一下我们这些函数的用法 这些函数都很碎 非常的碎 而且呢 也不是那么的集中 并不是说一个练习就能把所有的都练到 这很难 这很难 所以呢 需要大家呢 时不时的熟悉一下 敲一下 把这个命令啊 都熟悉一下 首先呢 咱们还是回顾 课程回顾 也依然是一个熟悉的过程啊 一回升 二回熟啊 三回四回上炕头啊 来了啊 晚上好 晚上好啊 这个呢 所以咱们这些东西 死记硬背 能背下来那是最好 背不下来 背不下来的话呢 也是要尽可能的咱们把熟悉 多熟悉 多看看啊 Hive的函数打拳 二 这是咱们昨天的新的内容 然后呢 有这么几大类啊 第一类呢 是字符串的啊 字符串 字符串函数 字符串函数 这里边 第一个是这个长度函数 这个相对来讲呢 Lens 还是比较容易记的啊 它的例子呢 S E L E C T SELECT 我们直接先吧 直接先 然后 Lens Lens 我们这里边呢 就可以放一个Name吧 比如 然后 From TST07 无所谓了 然后第二个呢 像这个反转 反转函数 反转函数 反转函数就是review reverse 这个 它的例子呢 S E L E C T SELECT select星 到号来个反转门 它的用法呢 这些用法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那个相通的Name from TST07 三是像那个连接 连接函数 连接函数呢 CONCAT 这个里边呢 就是比较 我们顺便再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之前讲那个 那个日期的那个 那个那个 日期的 那个日期的 那个 说我们 CON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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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R YEAR 然后把那个 S S T T T I M STREAM S T R STREAM 放进去 然后 它是拼接的嘛 所以都是可以用各种符号来拼接 我们还可以ymonth一个timeStream 然后再来month.day的timeStream 然后我们的例子里边是还有一个变数据类型转换 这个是数据类型转换的 Celary as 一个Stream 把它变成Stream类型的 然后from一个就是tst070 这个就是4 这7点 连接函数还有一个是带分格符的连接函数 带分格符的连接函数 concat下滑线ws 这是可以是带连接符的 它跟那个布达一样的地方select 它是把连接符放在前面 比如说concatws一括号 前面是放它的连接符 然后后边都是以那个逗号的形式 比如说concat 这个yyear 然后我们的timeStream timeStream as asas的Stream 这块注意啊 它单独写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字不串 它是那个int类型 在这里边它是int类型 所以这块要特别注意 当然了不注意的话 没事报了错的话 咱们单独写上一个那个 呃 类型转换就行了 这是我试出来的 所以哪块它的数据类型是什么样呢 能记住就记住 记不住的话没关系 咱们出了错了 知道怎么改 知道那个怎么改就行 说类型转换 Stream 然后from 那tst的07 第五个 截取函数 截取函数 就substream substream tr substream的name substream的name 和比如说3 2 这块呢 是需要知道的是 它是从第三位开始取两个 这块我就例子我就不写了 它的规则是从第三个位置 位置开始取两个字符 是这个意思 第六个字符串查找 字符串查找 字符串查找呢 是OK Kate OK O O O的name 就相当于是在那个name里边 能够找到所有的O 这个 ZLCT select 新 from 我们的 这个 Local 吧 谁 Local 还是 我看一眼 看一眼 我不太确认 有 有 L 搜一下 ol 是ol还是col ok 还真是loc 我这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 loc at 在这里边 把那个o写上 然后后边是传的字段 from tst 07 像第七个 还有选择函数 这也是最常用的 选择函数 是in 用括号 这个select select 新 from tst 到07 的 whre 的name in 比如说 aabbbb 就是在这个里边 名字在aa和bbb里边选择 第八个大写 大写 或者小写 大写 小写 upper upper 和这个 lower upper和low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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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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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都是name name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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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from test 07 9 大写消息 这个删除 两边 空格 删除两边空格 像左边 还有这个 像这个左边 左边空格 删除左边的 两边的 左边的 右边 空格 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trim 的变种 都是trim的变种 还有这 左边的是Ltrim Ltrim 右边的Rtrim 名字 就是这么几个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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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m 比如说 name 然后这个 ltr trim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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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个字不串的大体上就是这些 然后第二个是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 这个正则表达式在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哪些语言都是支持的非常广的 像替换替换 替换函数正则表达式这里面 主要是regep的replay 所以等于是前面是加上正则的那个标头 然后后边是replay 这个是替换的函数 所以写个例子select的name 比如说regexp.replace 然后前边的 注意啊前边的是我们要传的列 然后后边是要更改的内容 比如说o或者s 然后这后边的是要被替换的内容 然后fromtst07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正则第二个它还可以解析函数 是解析我们字符串的 解析字符串函数 解析字符串的函数 主要呢 其实 其实就是用 也是用过那个requell requell的一个是tree的 这个是reregexp到ex-tree 是这个 然后咱们写个例子select 得问一个星吗 这个星不星的无所谓 咱们直接写这个就完了 exp到ex-tree 主要它这个里面呢 是字符串 我们可以foot 我记着好像咱们那个例子里边是bar 这么一个字符串 然后后边 后边是中间的是正则表达式 foo的什么 我们比如说点星问号 然后这块呢就跟我们的那个 爬虫非常像 括号括起来的就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后边跟着的 是你取第几个 这是第几个 from test07 所以这块呢就说明一下吧 说明一下这个 第一个字段是字符串 目标字符串 目标字符串 第二个字段是正则表达式 第三个字段是那个第几个括号 你就记着这个 取取第几个括号中的内容 对完了 ok 它除了字符串解析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json json的解析 解析函数 还有json的get 这个好记 json json project object object 这个呢 其实我们主要记的呢 就是它的一个语法 就是get get json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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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诶 鼠标吗 这个前面是json json json 自符串 然后后边 是 dollar dollar dollar的点 这个json的结构 json json 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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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子目录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还可以点子子目录 子子目录 孙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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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解析出字符串来 然后from 然后我们后边test 07 这些呢都是 当然前面再来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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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左补足 右补足 这个呢也是lpad 是左 然后呢rpad 是右 这也非常好记 这个呢 它也是前面的一个字段 我们可以selecat select 我们直接是lpad 左的 无论是左还是右 前面跟着的 都是一个字不串 然后呢 中间是它的长度 然后最后 那个字不串呢 是要补足的内容 一个就行 这个 我还是说一下别写这个吧 第一个字段是目标 目标字符 字符串 第二 第二个字段 字段是整个整体的长度 字符串整体要求的长度 第三 第三 第三个字段是那个要补足的 要补足的 字符串 这个呢就是整个的内容 然后第五个 还有这个分格符 这个分格符 这个分格符 这split split 分格符 它这个相当于也是有两个 比如说这个 这么写了 字符串 strim 这是timestrim timestrim 然后后边这个用法应该很熟悉 第一个字段 字段 字段 是目标字符串 第二个字段 这个是正则表达式 这个是正则表达式 并不是你所所理解的那个尖格符 最简单的正则表达式就是一个尖格符 所以它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OK 然后呢 该到的都到了 听好听好 最后一个是什么来着 集合 集合 集合查找函数 集合查找函数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find find in set 这么一个函数 他呢 这个就分的比较多了 他呢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就不大好 他有两部分 是这么个意思 他这个等于是 前面的 或者第一个吧 第一个字段 是要查找的 要找的 要找的 这个字符 第一个字段 没问题 第二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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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 要找的字符 是从哪里找的字符 是从 是从 这个第二个字段呢 是以 是以 逗号 是以逗号 分割 区分的吧 区分的 各个区域 只有 只有 区域中的字符串 与这个目标字符串 完全一致 是 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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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才算找到 返回的 是 这个区域的续号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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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 开始 这个是 比较 难以描述 我觉得是 比较难以描述的 OK 第三部分就是 集合 集合 统计函数 集合统计函数 这个里边 最常见的一些 像什么去虫 去虫函数 去虫函数 有 第四 第四 怎么又提示 第四 对 第四代 比如 随便填一个name 就是 去虫函数 然后第二个 什么 技数 技数 还是数 这些都太熟悉了 count 这口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 像这个平均 平均 均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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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太简单了 AVG AVG 的 max mini 这个中位数 中位数 这个是 相对来讲 其实呢 它这个中位数 难拼一下 possession tly 然后后边是 app rox 这么一个内容 它前面 这个前面呢叫 目标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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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叫什么呢 位置的百分比 位置的百分比 叫位置的百分比 可以填多个 可以填多个 是 这这么一个格式 再写一个例子 就是prosey 这类的 approx 比如说我们的 那个salary salary 然后 多少 ary 太长了 怎么没 什么情况 这个 比如说是0.05 0.5 0.95 0.95 都是可以这么写的 from tst 07 这个是 中位数 它不一定 只有一个 只取一个 不一定 第四个 就是 这个 非空的 总体 或者 样本 方差 当然其中呢 它就不止一个 像这个 方差 我们知道这些概念 方差呢 等于 方差等于 各个数据 各个数据减去全体 减去全体 你就别写数据了 减去全体平均值 然后 到平方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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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到平均值 这个 这个 方差 还有标准差 标准差 标准差 标准差呢 就是 方差 开平方 开平方 标准差 然后离差 离差 离差 那 斜方差 斜方差 斜方差呢 等于 两组 数据 相互 影响 它是 它作用啊 就是可以看两组数据是 就是可以看两组数据是 那个 的相互影响 其实呢 它那个值呢是相当于是 也可以说是两组数据 离差的平均 离差 的平均 所以才能够通过数据能够看出 你这个 通过这斜方差的数 就能大体上看出 你这个数据之间的那差距 是不是很离是集中啊 还是相对离散 这个是 大概齐能看一个大概齐 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呢 就等于斜方差 斜方差 除以 两组 数的标准差 标准差 不大好记 这个确实是不大好记 但是呢 我觉得咱们最好呢 是能把这个文字的概念熟悉一下的话 对于我们方便看数据 其实是方便我们看数据的 这个剩下的这个 这个 总体方差 总体方差 这个其实就是AVR 我们直接就把这个 POP就完了 总体方差 样本的 样本 样本方差 样本方差呢 就是这个AVR的SAMP 就是这个AVR的SAMP 就是样本方差 SALERY ARY 就这么写吧 SALERY 斜方差 斜方差就是Cover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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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就是斜方差 斜方差 这个样本 这个叫 斜方差 还有样本方差 和 有斜方差 还有 还有 那个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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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OR COR 的相关系数 它肯定 斜方 斜方差的话 那我们肯定得写两个 比如说 SALERY SALERY 两个内容 比如NUS 它是两个内容 而相关系数 同样也是两个内容 SA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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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BON NUS 斜方差 对 也有一个总体的和样本的 样本的 样本的 样本的是Cover Cover 的SAMP 同样 斜方差也是有两个 SALERY 和我们的BON BOSS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体的函数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一项内容 还有一项内容 就是我们的HAVE HAVE的分析函数 昨天也讲了一部分 而这个分析函数 其实相对来讲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相对来比较熟悉 后边一部分是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叫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列表 列表 生成列表 这个呢 它是 我们 我都直接在这写了 生成列表 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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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 那个SALERY 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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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了抠了 抠了抠了抠了 它就可以把它整个相同的分组完以后 把数据生成一个列表 然后生成函数 这个生成函数其实就是一个拆解 也可以叫拆解函数 拆解函数 它可以把一段字不串 拆成两个 ex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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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splitter 你得告诉它是怎么个拆法 比如说timestream 按它这个空格拆的话 它就会拆成两个 会拆成两行 会拆成两行 两行 这块呢 是要知道它另外呢 它一般来讲呢 它还会给它一般呢 它会拆分有拆分的话 它还会有一个叫组合嘛 组合吧 拼 这叫组合 跟它一般的组合 跟它连着用 select select id name 比如说这个 par 然后from tst 07 07 然后 lator 的 view 创建一个新的仕图 view的后边 ex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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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t 生成t 然后 as palt 这么着一个区分 它呢是相当于是什么 它会把生成一个新的列 而这一列呢 因为它把同 本来是一条记录变成两条记录 然后这两条记录呢 如果还想跟原来的那个字段组合的话 一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组合 同样的也是 会 行数是会对应上 这个是一个 然后呢就是窗口函数 窗口函数 这块呢是咱们比较熟悉的 比较熟悉的 我这块 像over over 我们的partition ti1 partition by xxx 我们的order by yyy 这个 这个例子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 都是比较熟了 跟数据库 跟数据库那个是一样的 另外呢还有 窗 窗 吃汪口 窗口 范围 定义 窗口范围 定义就不行了 将这个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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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between w e between 比如 xxx rose between xxx and yyy 还有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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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行 向前几行 就是n的 我们的price proceding 向后几行 别几行了 n行吧 向后n行 向后n行 就是n写在前面 follow in follow follow in follow in 然后还是当前行 当前行 当前行 current 还有无边界 无边界 无边界 Uda Barden 这是无边界 然后说下去就向前 向前 向前 无边界 一种组合呗 无边界 就先无边界 无边界 然后向前 proceding 然后向后 无边界 就是n follow follow in 向后无边界 这个就是常用的 常用的函数 常用的函数 冲口函数的一个方式 我们昨天还有一个练习 没有写完是我临时加的 临时加的一个 哪去了 临时加的这么一个练习 是这个年龄的 对对对 复习练习 像我们想取老人和孩子 想取老人和孩子的平均年龄 当时我们是 呦哈 哪去了 我们当时呢 怎么没了 我这开着呢 我这一上来就开着呢 可能还得先那个联想啊 我们 昨天呢 是做了一部分 我们是相当于是 把那个老人和孩子的一个 呃 年龄段 给区分开了 给分开了 什么是老人的 什么是那个小孩的 把这个年龄段分开以后 其实接下来的事呢 就是啊 判断一下就行了 这有点慢啊 怎么判断 其实呢 再回想一下我们之前 mysacor的那个 mysacor的那种写法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把这个字段取出来 是不是就大于他的 大于这个高年纪的 那就是老人啊 啊 那个 小于他的 小于这个的 就是这个 小于这个的呢 就是那个 小孩 嗯 然后呢 再给他们分A 完了以后求平均就完了 啊 这种方式来求 可以看到啊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给他分出来了 对吧 分出来以后呢 我们只需要 这怎么还在转 我刚才是刚才撬了两回啊 啊 撬了两回啊 所以我们只要 哎呀要是能把这两个字段给取出来就行了 但是这两个字段 在A这块 在A这块 我印象中是A这块是不行的啊 咱们可以试一下 啊 啊 WHERE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哎 嘿他 啊 看 他是不能给他进行复值啊 或者是啊 判断都不行 他不行 不行 不行怎么办 套呗 再套个A 那也就是这块 要再套一个A 整个套完了 它呢是跟着 成了一个Fall 在Fall循环的基础上 在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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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平均值 对吧 AVG的年龄 年龄 嗯 这是 S AVG 我们的 AVG吧 这是平均的年龄 显示一个平均的年龄 然后再求平均的 而这个平均呢 就取一个高年龄的吧 高年龄的平均 嗯 S 高 SELE 嗯 高 HEAD HEADLE的AVG的 A字 然后 在这个里边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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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字 它呢 小于 我们的这个 最大值 小于它 嗯 小于它并且 那个 大于 我们的最小值,大于我们的这个最小值Loget 那就直接是给这个A值复值 返回,最后是end 这里有一个A值 找张,看一下 有点不大准 真慢 稍等一下 稍等 看啊 我昨天做的 好像是这么写 我昨天后来又做的 还差一层 还差一层 这个还差一层 没差吧 在高年龄的嘛 高年龄的是那个 42 然后第一年龄的话呢是19 这块它是直接给分出来了 分出这个A值 在这个里面A值是 可能在这里面有name和A值 name和A值 然后呢我在这里面呢是能直接读到这个A值的 而这个A值呢它是 有两个值 一个是have和low 然后我这判断一下 如果它小于 他的话 小于他的话呢是这 等于是小于他的话呢 才算是 这个 如果是在这俩之间的 在这俩之间的是 大于 在这俩之间呢算是 小孩的 就不是老人的嘛 然后剩下的这个是老人的 得到这个两个 一个呢是通过 Hide值 小于他的 老人和孩子的这个平均年龄 他都得是一个数嘛 老人的话 相当于是 这个是 这个是怎么来着 低于 高位的 低于高位的 和那个高于他 和那个高于最 最小的 那就是年轻人嘛 相当于就是年轻人 然后剩下的那就是老人的 剩下的就是老人的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 平均年龄吧 这就是一个 老人孩子的这个平均年龄 OK把这个写上吧 考过去 主要就是这个 我们主要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Proceeding by 它可以为1 为1的时候呢 它是直接是按照 整个的来分组 这个我是想 给大家强调一下 它是可以这么写 这个是可以这么写 OK啊 咱们 进入到今天最后9个函数啊 这9个函数呢 呃 还是那句话 讲函数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像切片 还是咱们的那个解析数据啊 切片 切片的作用呢 是将分组 数据按照顺序分成n片 然后返回当前的片 片数的值 而这块 点点写吧 对照这个看 切片 切片的话 select cookie 他这个cookie create time 呃 还有pv值吧 pv 还有这个 9 对 90 哦对他 比如说我分成两片 分成两片 over over procession partition partition by 呃 通过cookie 的 呃然后order by 呃时间吧 create time from cookie 走着 相当于是 呃他是按照 cookie id 按照cookie id 分成两部分 然后呢 每一部分呢 都是按照 日期的 呃 大小来排序 主要是这个就是慢 ok 哦对 这cookie cookie 下边是cookie 一嘛 下边cookie一 上面cookie二 啊 这个是歪值啊 呃 以及 呃 切片 它是 每一组 按照他 分完了以后 每一组切成两片 所以一一二二 一一二二 这个是每一组 按他分组 然后每一组呢 我分成了两片 这个就是切片 呃然后呢 run time 这个应该是太熟了吧 我们 就是反应序号的嘛 这个roll roll number roll number 就是分组的续号 反映回的那个 呃 返回的分组的续号 还是他吧 s-e-l-e-c-t select 呃 我们还是 cookie的 然后 create create time pv 然后 roll number roll number 嘿嘿嘿 roll number over portation by 还是cookie的 然后orderby orderby 我们这回应用pv吧 pv pv 然后 au stria 个 r ru createTimePv的rank rank它是有债位服务的 OrProtition byCookie的 OrderBy还是Pv 这是有一致的 有一样的吗 忘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它有两个1的话 rank的话如果是有两个1 然后第三名它是3不是2 这是rank的 第一次rank就是1 1 2 就是这个意思 1 2 3 有个33吗 33完了 直接就5 所以它是有那个空格的 它是有空格的 这个是有空格的 那这个就没有空格呗 没有空格的咱们也走一个 这个select select的cookie的createTimePv的 这是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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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提示 Partition by cookie的 order by dlc promo cookie 可以看一下下边这个 desc order by pv呢 order by pv desc 咱主要就看这个33后边 是不是 33456 是不是33456 出来了 看一下 33456 是吧 所以呢 一个呢 是有的 一个是没有的 OK 接下来 咱们做这个 lug 这个呢 是用于统计窗口内往上 dn行的值 他这个 函数稍微复杂一点 l 等于一个两个三个三个部分 还是有三个部分 然后这个 clo呢 是操作的列 哪一列 然后n是向上dn行向上多少行 默认的是e行 而default value呢 自然就是往上 取它的值 如果呢 上面 n行呢 是空值的话呢 有默认值的时候 那就给默认值 没有默认值的时候 它就变成空值 这个就是干这个用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回呢 先重新建一个 SSH ROOT 到 H192.168.3.114 走着 我们在vm的 coolte.tst OK 这个数据 我用的好像就是那个 我用的就是咱们 MySQL里边那个数据 wcurl OK 有了以后 那接下来呢 那就是键表呗 来吧 这个 该键表键表 create create table 然后cookie 已经有了 那就cookie1 cookie1它内容还是差不多的cookie cookie id cookie 然后create create time string 然后url url string str string url string 然后rol format default 呃 到号 有了它这个 键表就是快 OK 键表导入 load data data local 然后input -rot 里边的 cookie1.tst into table into table 我们的cookie1 走着 然后查一下 selec ect select 新 from cookie1 都有了 是吧 然后把这个注释的选项 这是键表 键表 键表 然后呢导入 导入 导入数据 键表导入数据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 做一下 比如说 我们 对这个 取上一行 显示的这个 时间 嗯 做 log 它是取上一行啊 我们 对cookie呢 进行这个 获取上一行的创建时间吧 也就是说呢 上 我们现在这个 cookie 这个是 时间 是吧 这个是时间 然后我们取再加一列 然后呢 显示它上一条的 呃 这个时间 怎么着 selec select cookie cookie的 create create time 然后 url 这是 现有的 现有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呃 也弄一个 呃 run number吧 run number run number run number 一个 pustition pustition by pustition by 一个cookie id 然后 order by order by create time create time as 的rn 我们 这么一列 然后 这个 这个 有这么编号 然后呢 我们这个create time create time 时间 然后 默认是一行 一行如果没有的话 none的话呢 就没必要了 我们写一个19 70年的 呃 呃 01 杠 01 然后 00 呃 00 00 00 然后 over over的 pustition pustition by 呃 我们的cookie id 然后order by create time 啊 as 我们这回呢是 last吧 last one 的 time from cookie 1 再看一下啊 我这个稍微写的多一点 一个 是 roll number 是编号 序号 这个序号呢 是根据cookie id 来分组的 然后 每一组呢 是按着create time 来排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依然是按着id来分组 然后 取 create time的时间 然后 往上取一行 往上取 你可以看 他往上是没有 所以是1970年 而他呢 10 10点零两秒 他的上一个是10点 是吧 这个呢就是很巧妙的能把上一行的数据呢 跟 这 跟当前行的放在同一行里面 这样的话呢 有的时候呢 是处理一些数据的时候 这么处理会非常的方便 OK 这个呢就是 这不是一句的事 sql 这不是一句的事 从 线表 OK OK 这是那个 lag 然后呢 像这个l lead 他呢是 方向呢和他相反 你看这个 样子应该就差不多是吧 方向跟他相反 然后呢 其他的方式呢都一样 其他的方式都一样 咱们也走一个 跟他相反的话 sql select cookie的 然后create time url 然后 roll 都 还是roll number吧 还是roll number over portation tln portationby cookieid 什么 对 cookieid orderby 然后orderby 然后根据我们的那个create time create time的时间 时间 然后 asrn 然后 然后 在这个 lead lead的 portation portation tln portationby cookieid orderby create time 然后 as log 得填东西呢 这个create time create time 然后呢 也是1 然后依然是 解上1970年的 01-01 空格 00-00 换一行了 太长了 然后呢 这个呢 在s 还是last last-1 cookieid 得格 time 然后 for promo cookie 走着 这就是有点慢 嗯 这块呢一定要看能看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啊 学校能反应过来 看这前面的 都是没关系因为它是取到下一行的嘛 然后主要就是看最后一行 嗯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它没有的就加上了1970年1月1号 0.0.0 0.040 然后那个forced value啊这个呢是分组以后啊排序以后的取第一个值你一看这名字就知道是吧这个这几个呢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forced value 和这个last value以及后面先把说一个一个来吧一个来forced value那自然就是取第一个嘛什么都是取第一个 forced value的我们sele city select cookie的然后create time url 这回 我们还是写run 这个都写什么 over的partition partition partitionby cookieid的 orderby create time create time asrn 走号 然后 这一回呢我们forced forced value forced value谁呢 这个 time create time over over 根据我们partition partitionby partitionby 然后 cookieid的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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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by orderby 我们的create time create time as last 这个first first OK Prom cookieid 取他的第一个 他是按照 create id cookieid 按照cookieid分组 他分两组对吧 一个是一一个是二嘛 那也就是说 最后的这个forced这个列 他只会显示 他只会显示 每一组的 第一个时间 每一组的第一个时间 都是 10点 10点整 cookieid呢 他的第一个呢也是10点整 所以都是10点整 OK 这个last value 貌似好像跟这个forced value是一样的 对吧 这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 就 不大一样 他一字面的意思 确实是 确实是 就是取最后一行 就是取最后一行 好 但是呢我们可以想 我们可以按照那个思路 按照刚才的思路 自己做一遍 看一眼 create time.value 然后 roll number的 partition partition by 我们的cookie cookieid order orderby create time as.rn 然后 这是last last value last value last value 得搞的一个值 比如说我们create time 还是create time 就跟刚才那思路一样 对吧 over 然后呢分组呗 partition partition by partitionby cookieid orderby create time 然后 last last 杠一下吧 这个我怕是关键字 然后from cookie 貌似这样不就行了吗 但是 他会 他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的hive的数据 hive的数据是一行一行的 加载的 也就是说每一次加载他都是最后一行 每一次比如说像这前面三列吗这这前面的数据是 呃 原始就有的后边的这一条记录呢 他是 限改的是吧 他是根据前面的那个加载完的数据呢 来生成的 而每加载一次 他都是 最后一个 每加载一次都是最后一个 那这按着这 那么写的话 所谓的 取最后 按这个分组的最后值 跟我们原来这个分组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因为他每一次加载都是这个组的最后一个 所以他这个最后一个是是会变化的 那也就是失去了这个意义了 对吧 那怎么办 简单的办法 啊 我们可以想想那我用 呃 倒序 是吧 我们这是生序吗 我们降序排列取第一 是吧 降序排列取第一 是可以 通过 通过 降序 排列 取 第一位 的值 来完成 这个 显示 这个最终的最后的数据 效果 效果 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是吧 这个就就简单了 select select cookie create time url 然后 roll time number的 partition 写文 partition by cookie的 order by create time create time的 this 他的 as rn 然后呢 forst 他这回呢是 forst value 我们取 create time的 over 然后 partition by cookie id order by create time create time的 idm desc 我们 叫last吧 还是叫last last last 下滑线一下 from pookie 通过这种方式 相当于是 我们取最后 每一分组 最后一个 时间 最后一个时间填充整个分组的数据 我们可以用first的 而不是用这个last 那如果我们只写我就想用last怎么办 我们先看啊 只想用last 我不想用first 我就想用last 跟这个 只用 에 更 只用 小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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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这 这 这 哦 哎 啥意思 折腾怎么把年孩 给我报了多少 没有错 折腾不行吗 主要是他的DSC 然后这个是声序 这个声序 这个相当于是正常显示 这个我们正常显示 这个我们正常显示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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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没错了 这是不是都显示成11点了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都是last 所以这块我们要知道一下 用last它的一个要取它最后一个值的话 这么值直接取是不行的 我们得换一个方式来取 它是每一次加载都是单独的一个 每一次加载都是单独的一个 如果刚才我突然想一个 如果我就是用last呢 试一下 如果我就是用last 我把它拷贝过 这块我就是用last的话 这块我就是用last的话 order by 按它和clicktime来分组 按这两列来分组 按这两列来分组 然后一个降续 它是整个相当于这是一组 这是一组 还是降续的话 不是不用它 这个还不行 主要是这个的话是降续 如果它是升续 如果它是升续 还是不行呢 我这样写 这两个是一组 这两个是一组 然后 forst 它依然 刚才呢 是这个 刚才是这块 它也是 降续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块 刚才这个效果 我们的这个clicktime 它也是降续的 clicktime也是降续的 这回呢 我让这个clicktime是升续 然后再取它呢 这个用它来降续 DSA DSA 用它来降续 这个降续取第一个 依然是11 然后呢 但是我用它整个是一个分组 它是一个分组的话 一个整体分组 试一下它会不会是一个正向的 可以看到一开始这个呢 是这块也是降续的 对吧 这块也是降续 然后我用这种方式再写一下 这个就是太慢 这就是全研究了 这个 咱们看一下这个 Commodis 是用于等于 小于等于当前值的行 除以分组的总数 这个是干嘛用的 其实就是求占比 其实主要就是求占比的 这个相对来讲还是简单 比如说啊 我们拿那个工资那个 TESL07那个表 250多的 我这个工资 站在整个这个薪资人数里边 是高是低 是占了 是占多少百分比 位置是多少 它是可以求占比 是当前行的 当前值的行数 我可以排序吗 对吧 小于等于当前行的行数 除上分组内的总行数 像薪资排名 统计小于当前薪资水平的人数 是那个占总数的百分比 看啊 这刚跑完 哎 还行 可以看到啊 我这块的顺序还是跟原来的默认的顺序是一样的 还是跟原来默认顺序一样 10点 10点 一直到11点 而可以取到它的最后的一个值 分组里边最后一个值 11点 这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吧 第二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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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这个 这个就简单一些了 我们 直接 ect select id name id name slery 哎哟 然后这个 commit id order by 我们直接是把slery 降续排下来 dsc 从高到低 然后呢 看看啊 最高的每一个人 他在 他的工资水平 站在 整个公司的一个 比他高的那个百分比有多少 他是 是不是是站在塔尖 还是站在塔底 最高的这个 百分 他 跟他上面的几乎为0 对吧 几乎是0 百分之0.07几 然后这 第二个人 他是百分之一点几 他前面只有一个人 前面只有一个 然后以此类推 一直到最后 他要塔底 所有人都比他高 所有人都比他高 所以他是1 占那个百分比 当前行的数 OK啊 进入咱们的课堂练习 课堂练习 先把这数据源搞定 先数据源搞定 vim.user.txt vim.user.txt 然后把这值考过去 可以看到 这是编号姓名 年龄 北京 北京 那就应该是地址吧 之类的 是吧 名字 年龄 河北 这两个后边跟的是两个地址 接下来还是那几套 还是我们先给它键表 该键表的键表 键表导入 然后再干别的事儿 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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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d table 我们的这个叫user 对 这个user它是一个关键字 所以这块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表名不能是用关键字 id int 然后name 字符串 还有年龄 nage int 还有地址 两个地址应该是一个城市 或者是曲线 地址 per per v d s strim 然后 躲在城市city st strim ok 然后 rota rota fota 然后我们的分号 键表 键表 键表完了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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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的话 load load data local import rota rot user tst input input table user 1 等你 然后sevct sev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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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ok 该有的都有了 一切准备就绪 那咱们就接着准备就绪以后就开始搞了 啊 还是 这个烤过来吧 十五十四道题 啊 十五十四道题 ok 一个一个来 时间有点紧啊 安排 暗暗暗暗暗暗地排序 计算当前行和以下两行的年龄总和 诶 以下两行 刚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呃 向下移啊 对吧 向下移的那个 呃 这个像用 是当前行 它可以取当前行的值对吧 我们可以 诶 这个其实有两种方式 我们可以用那个刚才的 向下移 不过 刚才的向下移的话 也是 诶都一样啊 都一样 还有一个 还有一种方式呢 那就是 呃我们的呃 直接 这个 rollways 也行 啊 弄这个吧 这个 隔了一段时间了 昨天的 呃 如果 它的 嗯 按 嗯 它是 按ID排序 按ID排序 order order by ID 按ID排序 然后呢 计算当前行和下两行的年龄总和 当前行和下两行 OK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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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on 当前行 carot 按 2 两个 然后following 两行 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是呃 from user 一 这样就行 啊 太慢了 可以看到啊 年龄是吧 年龄 他 后两行的 70 90吧 这是90 然后他和后两行 呃 70 150 150 他和后两行 130 130 是吧 这个呢就是呃整个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有时间呢可以想想 哎我们用刚才那刚学的那个 呃 移动 取下一行啊 或者上一行 的 哎 他只是取 哎 只能用这种方式啊 我们刚才那个呢是 只能是取上一行的值 上几行的值 上第几行的值 而不是整个的 所有行的值 所以还还得用这个 啊 至少我现在想应该还还用这种啊 啊 这个计算当前 按ID排序计算当前行和上两行 啊 这是上两行 这这个是下两行 这是上两行 哎 哎 那这不一样吗 filing变成谁啊 变成那个 呃 proceeding 这不就是了吗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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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吗 呃 proceeding在前是吧 当前行和前两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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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前两行 2 2 的proceeding 然后 和当前行啊 啊 这还得有个顺序吗 呃 coding 嗯 爆炸 OK 前两行 嗯 这是前两行的 可以看 这个前两行 前两行 前两行是零 所以他这是二十 三 前两行 一个是 这三十 前两行是 二十和零 所以是五十 这个四 四十 前两行 五十 哎 这是九十 是吧 然后这个八十 前两行是 前两行是他 七十 一百五 这证明什么证明没算错 是吧 OK啊 这个呢是前两行的 值 然后 呃 咱们看一下第三个 按A 值排序 计算 当前的年龄和比他大十岁的所有年龄之和哎 这就有点绕了 当前年龄按 首先呢我们是按年龄排序这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去当前的年龄 当前的年龄 呃 呃 这个得用 gay 啊 当前的年龄大十岁 主要是这个大十岁这儿 大十岁我们就不能按行来说了 对吧 我们是不能按行来说的 所以这个哎 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讲过这块吧 内幕的A值 的他们我们照样还是取和是吧 年龄的和 A值年龄的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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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呃 他是order by order by 呃 那年龄排序这块都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 我们 还是 Between Between按的 但是我们就不能按行算了 我们是按照前一个字段 你按谁排 就是按谁的这个 呃 区间 所以呢 这个这个名字好像好像没有讲过 任人 任 哎 对就是他 他的Between 呃 当前行 当前的行 然后 和他的 呃 十岁向后 他是 大十岁 对吧 大十岁我们是呃 这块是默认是将续排列 生序排列 生序排列 所以是follow 向后 向后的 属十 这个不是行了 是属十岁 所以 所以 所以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块 是用他的 这块好像 之前没有讲过 忘记了啊 然后 from 中摸 右手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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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首先这块我们是按年龄排序 所以他ID是乱的了 年龄排序9 10 15 20 这没问题 那接下来就看这块了 我们写的对不对了 按年龄排序9岁 9岁他大于10岁就是19 9到19之间 9到19之间就这样 他的和 这是25 34 34没问题 然后10岁是到20 10岁到20 那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和 50加15 65没错 然后15 15到25 那还是这块 那就是55 55 然后20到30 这就多了 那证明什么 这个证明我们程序 我们的这个条件没有写错 所以这块的重点是这样 我们这个区间呢 区间除了行以外 还可以盯着前一个字段 前一个字段 根据前一个字段来进行判断 然后第四个 按省份分区 并按年龄大小排序 留空格 留空格那就rank 写上了 rank 有相同的不变后续 那这个就简单了 我们sele city select id name name 我们的procession 然后age 按年龄来分区 按省分区 按省分区 然后按年龄大小排序 按省分区 按年龄大小排序 大到小排序 然后from user 走一个 其实刚才这种方式呢 还是有很多 场景啊 应用场景的 比如说叫刚才我们说 这个是啥意思 我十岁之间的这个 这块的需求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 比如说一些销售额的场景 有销售额 我们销售额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的销售额 我就想看前三月的每三个月或者每三个月不就是一个季度吗 一个季度里边它的这个数据是多少 当前的这个环笔啊 那个环笔和那个同笔 这个这种需求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啊 所以这块呢 还是挺常用的 另外这个第四个刚刚出来了 我们看一眼啊 排序嘛 排序 那就看有重复的 二二四就没错嘛 然后一 每个省只有一个数 那就是一了嘛 那只有这个北京 北京有这么多 二二完了有四 二二四 那就证明rank没错 ok 然后第五题 按省份分区 并按年龄大小排序 不留空 那就是thisrank 按省市分区 按省市分区 我们的partition ti1partition by 省市分区 然后order by 年龄由大到小 age 大小desc desc的 按年龄由大到小的 那就是desc desc的我们fromuser 看一眼 按省分区 然后按年龄大小 按年龄大小排序 按年龄大小排序 他没说一定是由大到小 那我这个我就不写了 不写就是默认的 默认的就是asc asc就是升序 走着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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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留空白 1 1 2 3 3 4 你看这个都没问题 是吧 然后六 顺序排名 按省份分区 并按年龄大小排序 顺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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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roll number roll number它是顺序吗 顺序排名按省分区 按年龄大小排序 应该是roll number那个 selecd select id selecd select id name pro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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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 然后run的roll number roll number的 portation tln portation by 省分区 order by 年龄大小排序 那我就还是升序呗 右上一 这种方式 走着 大家呢 看着我写 咱们呢 最好这回呢 我们笔记里边 我把依然是题目和答题呢 我分成两部分 咱们回去练习的时候 回去练习的时候 尽可能的看看 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看一眼 然后写一下 第一次 咱们一般来讲 很有可能是需要 想不起来 第一遍就是照着抄 照着敲一遍 但是脑子得过一下 照着抄一遍 脑子过一下 然后 再写 这个多练几遍才行 这些命令真的是多练几遍才行 这个是按省 续号 它这个续号就连着的呗 这123456 最大值函数 取 这是啥意思 最大值函数 最小值函数 最大值不就是max吗 它这个年龄的最大值 我们要取年龄的最大值的话呢 还是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 那应该是年龄的最大值吧 年龄的最大值 应该是按分组来的 应该是按分组来的 每个分组 分组 年龄的最大值 我们试一下 select id的name 然后proces 然后age 然后forced 我们之前不是 forced value forced value age 年龄的 它叫最大值 order over partition 帖文 partition by proces 每个省的 然后order by 按照年龄 然后这个最大值就一定要dse 然后dse 然后fromuser ok可以看到啊 北京 年龄的最大值是60 所以北京整个啊 北京分组年龄最大的就是60 然后这个广东啊 就是最大值15 就全15 这个就没问题 是吧 咱们再用那个 刚才 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list last last value last value好像没用是吧 刚才那个例子 全都是forced value 我们这回能用last value试一下 last value 然后取最后的值 然后取最后的值 这块呢 其实可以通过 刚才 这个red 按年龄分组 然后呢 用通过red 给这个 年龄取一个边界 取成什么 取成无边界的 上下 上下n多行 这样的话 我取最后一行 他肯定能够找到这个分组的最后的数据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用 用last value 用last value 取 最大值 i say elegicity select id the name forcith age last value 还是age 然后over over partition by partition by precise order order by age 我们这回呢 age呢 我们就不 不向下走了 我们那个age呢 就是升序 不降序了 不降序 但是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range rag drag 来分 between 无边界的向前 proceeding 无边界向前 并且呢 无边界向后 follow in 它的这个年龄 无边界向前 无边界向后 其实主要就靠一个无边界向后就够了 是吧 因为什么我们是 降序排列 升序排列 那最后边的那个 就一定是最大值 所以我们取last last value 就能够真正找到它那个最后值 然后from vomu user 揍着 ok是吧 这就没有问题 刚才说的那个max 我们再试试 用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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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更简单的 id name process age 直接用age 完了 我再拿一个max max max age 这个的范围 需不需要加 可能也得加 保险 保险一点 吧 因为这时间的关键 pro setting by process order by age 我们同样不给它做成那个降序的 range 它的 between 无边界的processing and 无边界的following 然后 from user 1 这个 其实跟那个last value很像 对吧 我们这直接取最大值 不写这个可能有问题 不写它的话 它就直接就是什么了 它直接就是聚合函数了 因为我们肯定得写窗口函数 不写窗口函数的话 它不可能每一行都有数据 所以必须要写窗口函数 如果窗口函数不写这个范围的话 它依然是一行一行加载的 所以必须得写范围 必须得写 越想越觉得必须得写 没错吧 效果是一样的 ok 这个最小值 最小值的话 最小值的话就简单多了 我们直接forst就完了 是吧 select id id name procession age forst value我们的age 然后over procession by process order by的age 不排序了是吧 还是这么降序 然后直接fromuser1 应该这样就行了 按它排 然后取第一个 这肯定都是最小的 第一次登录过来的 是吧 这种应用也是比较常见的 切片函数 新增的这一列是显示数据的第几区 ok我们先看一下 是吧 最小的 一组 这是9和15是一组 所以全是9 这个没问题 然后切片函数 切片函数 那就是切片呗 那咱们就随便切一个呗 我们按哪个切 直接是按分组 按整体的切吧 因为这个也不知道怎么 随便selec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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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id name id name prothetion age nate 分成三份 每组分成三份 order 我们什么都不按的话 那就按整体分 order order by age order byage from user 就是这么写行吧 我不写prothetion的话 那就是按整体的分 今天可能有点晚了 还有四道 来不及的话 咱们可以搁到明天的复习练习 每天咱们都有一个复习练习 一二二三 这个呢就按照整体的 我这不写的话呢 是按整体来分 ok啊 第十 按省份分区 将A纸自断向下提行 向下提行 向下提行就是我们刚才用到那个 对吧 我们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Leave 向下提是Leave 然后select select id的 name 我们age 当前有的 age要有 procession procession在前 procession在前 age在后 这样比对更方便 lead 然后lead里边要放age procession 它是要按省 pro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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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rocess 按省来分 然后order by 年龄 排歌序 就完了 from usr e 走着 正好明天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咱们可以 今天做不完的练习 咱们可以留到明天来做 主要是它这个机器有点太慢了 每次 运行一个secret语句得等半天 ok 北京 北京 它是向下 整体的 提一个 整体的 向下提一个 整体的整个提了一个 后边是变成0了 后边的 提到上面去了 是吧 6 4 4 3 2 0 整体的 向下提一行 向下提一行 然后按省日分 向下提两行 提两行和提一行有啥区别 那就是后边这加个2 这直接加个2就完了 3 4 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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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按省份分区 将A纸自断向上提 向上提 那还是那个吗 类个 咱们一个一个 等着呢 OK是吧 向上提两个 向下 向下从向下提两个 向下提两个 直接就是两个20都没了 是吧 然后呢 向上提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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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写一遍吧 selectid的name possession的age 向上提的话呢 就类个呗 向上提 它是这回直接提两行 是吧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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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tion tion tion partition by process 还是按省份的order order by age 变速不变 from user 走着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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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两行 取两行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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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比 这个跟那个工资那个是不是很像 select id name process 它是年龄降续排当前 有没有省市的无所谓呢 年龄吧 age age 然后占比年龄占比 cuman this 然后over order order by 我们的age降续吧 dsc 这样的看着更方便一些 from user usere 走着 按年龄比 然后第十四 按省份分区 并按年龄升序排列 统计每个分区内 年龄小于当前值的人 占所有人的百分比 不是还是那个吗 这个是有了 这个是当前年龄 这个是当前人数占统计大于当前值的年龄 而这个呢是按这回规定了 是按声序排列 声序那那就不是dsc了 按声序排列 然后呢每个区域小于当前年龄的 那不是一样吗是吧 serect select id 他的name age 还是 这个count this 这回呢是按 这回是指明了 protition protition by process 省 按省区分 然后再orderby orderby 按orderby的年龄 年龄分的小于的 那就直接就是form user1 这个我把省也写上吧 process 走着 这块要明白我们每一个sicle语句它的一个含义 一开始呢不熟的情况下 我建议呢就是先看能看懂 能看懂这我们写的这个sicle语句的意思 然后再试着写 再试着写 占比 占比 小于的嘛 因为我们是那个升序的嘛 升序的话就是当前值和之前的占比 当前和之前占比 越到下边越大 比自己小的嘛 比自己小的 所有人都比自己小 所以它是百分百 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所有内容啊 将将好 将将好 成 那咱们最痛苦的啊 这个sicle语句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绕的 而且呢相对来讲呢枯燥一些 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一些啊 咱们明天明天讲新的内容啊 咱们呃 用hive来调python程序 我们明天讲一下怎么用hive调python程序 因为sicle语句太难记 不好理解 可是python程序我们会呀 那有些情况下 有些需求我sicle语句搞不定的时候 我拿python程序写 写完了以后 直接用hive加载 这也是个招对吧 所以呢 我明天那个呢 咱们再回归到我们的python程序 这块大家可能会觉得轻松一些吧 行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 咱们明天继续啊 拜拜 拜拜